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阿倫 沒錯 我現在又來到了秋葉原站 然後今天主要是要幹什麼呢 今天主要想要帶大家來逛一下 日本的電器行 對 然後大家都知道阿倫非常喜歡買電器商品 所以說今天來跟各位大家分享 我還蠻常去的一間 在日本的連鎖的電器行 它叫做 其實日本的大約有分三大家 就是東京大概有分三大家不同的電器行 第一個就是 就是大家很常會在新宿看到紅色的看板 然後第二個就是 就是 這也是蠻常會看到的一個店家 至於今天阿倫要帶大家去看的是 沒錯 就是這一間 然後其實這三間大部分來講 大致上來講是大同小異的 然後今天就先帶大家來看看 裡面大概長什麼樣子吧 將將 大家有沒有看到現在在我後面的這一大洞呢 整洞呢就是在秋月園的Yokobashi Camera 它這邊應該算是總本店吧 應該是那種改版 就是最大的一間 對 它那邊真的真的非常大 如果是我一個人來的話呢 我應該可以在裡面待一個 一整天 一個下午一整天 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這間Yokobashi呢 在秋月園站的昭和通口 昭和通口一出來就在馬上就在旁邊 非常的離電車站非常的方便 好 然後就今天機會難得嘛 順便帶大家去看一下現在日本到底有流行哪一些的電器類產品吧 那我們進去看看吧 好 然後這裡很方便的地方呢 他們就是每一層樓呢 都有它那個自己的特色的商品 像是比如說一二樓啊 就是電腦啊 三樓就是相機類的 就是每一層樓都會有各種自己的主題 所以然後今天呢 因為想要去看那個電鍋 電飯鍋類的還有一些其他的 小箱或者是那種咖啡機之類的 所以我們要去五樓 我們現在就去五樓看看吧 好 我們現在到五樓了 我們就去找找看電飯鍋在哪裡吧 好 首先來到了電鍋區 對 這邊的電鍋真的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種類喔 然後最近有還滿流行這種 像這種是真正標榜是真的土鍋去做的電鍋 不過這個價位也是非常的可怕 對 好 我今天想要買比較正常價的 正常價位的東西 其實日本的電鍋有非常多不同的種類 像大家看到現在這一款 這一款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打開之後呢 裡面還有一個這個 讓你可以一邊蒸飯一邊蒸菜喔 非常的方便 很適合那種 你一個人在生活的那種地方 就一次就可以把菜跟飯一次煮好喔 這是前陣子超夯的烤箱 它就是說可以從上面可以加水吧 對 加水進去 然後聽說烤出來的吐司會超級好吃 聽說真的很微 有機會我也滿想要試吃看看 然後這一台呢 木炒箱也是很有名的那個 Sharp所出的特別的烤箱 它可以就是把從外面買的麵包呢 烤過之後就是外酥內軟 對 因為它是使用這個過熱水蒸氣的 一種特殊的功能喔 然後水呢就是從這邊加喔 還有像這種小台的 這也是虎牌的 像你一個人做的話呢 也可以很簡單的做出一些 烤的一些料理啊 烤吐司啊之類的 用這種小台的既可愛呢 又可以很輕鬆的做出來喔 然後如果你是家裡面有兩個人呢 不想要吃一樣的東西呢 或者是說 你一次想要烤兩種不同的東西呢 這種雙層的烤箱 也許也是你一個還不錯的選擇喔 所以它總共有雙層的樣子 所以是可以烤兩種不同的東西喔 鏡面感覺超時尚 接下來是這個煮咖啡的壺 如果你一個人在家 像這種壺牌 它其實也是有出像這樣子的這種咖啡壺 它這個呢 你可以從研磨到泡 沖泡然後到製成 都是一台就可以搞定的 而且它還滿便宜的 所以它裡面好像是有那種類似那種 蒸的效果 可以讓那種咖啡的香味更出來吧 我對這方面可能比較沒有那麼了解 不過呢好像是這麼神奇的 而且它這個是不鏽鋼的壺 用起來應該還滿安心的 而且它真的操作也非常的簡單喔 再來是SHIROKA的咖啡機 這個也是有內建研磨機 然後可以從按一個按鍵就可以讓它完成了 從研磨到烘焙 然後只有人都萃取出很好喝的咖啡 然後它的這個壺呢 咖啡壺是玻璃的感覺比較安親的感覺 然後上面這邊有放咖啡豆瓣的地方 然後這邊還可以讓你選擇咖啡豆 咖啡豆或者是咖啡粉之類的 一鍵就可以完成 感覺很方便 而且外型又還滿時尚的 然後日本的電鍋呢 電飯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五花八門 尤其日本最近流行像這種 極的鍋 就是有點像是那種我們傳統的 那種爐燥的爐鍋有沒有 這種式的電飯鍋 不過這種的呢 目前的價位都還是偏高一點 今天我的預算有限 所以我可能還是會買稍微 單價低一點的吧 那種都很貴耶 很想買來看看到底是有什麼差別 像是這種一般的我們的電鍋 還有最近日本還流行這種壓力調節的 這種實在上面這個部分是 像是那種壓力鍋一樣很特別 據說這種壓力鍋煮出來的白飯 就算冷掉了也非常的好吃喔 像是內鍋的度幾層呢 其實也是有關係到價格 像這個內鍋是有九層的 九層厚的這個內鍋 月厚代表它的那個蓄熱力 跟它的那種加熱性會更好 還有像是這種等級的 這個呢它只是標榜真的裡面是這個 本土鍋 就它裡面的內鍋是真的 土鍋 所以煮起來的飯呢 因為土鍋的蓄熱力很好 所以煮起來應該就會超好吃 目前電飯鍋比較有名的可能就是 Hitachi跟Panasonic 還有Zojiro象印跟那個Tiger虎牌的 其實都還蠻有名的 哇真的是看得眼花繞繞 它這邊的東西真的種類的非常非常的齊全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來到日本的話呢 也可以不妨抽個時間去這邊的那種 電器大賣場逛 相信應該可以讓你很滿足 然後我現在非常想要買那個電鍋 煮飯的那個電鍋 好猶豫喔 可是因為那種看東西啊 很容易就是越看越上去 這樣真的是讓人家感覺非常的複雜 好 然後讓我再掙扎一下 我再想想看到底要買哪一台回去吧 因為買了一台好的電鍋呢 所以不要太誇張那種十幾萬號碼可能買 就是那種買一台好的電鍋放在家裡面 感覺應該也算是一個生活的情緒吧 男人的浪漫也是一個那種家庭生活的浪漫吧 我再想一想 好 我現在已經買完了 這邊真的非常的好逛 好 那我現在就逛一下這邊遊戲的東西之後呢 我就要準備回家囉 等到回去之後再公開 給大家看我買了哪一台吧 嘿呀 沒錯 我現在已經回到家了 然後我呢 我也從那個Youtabashi Camera呢 買回來的這一台 Tiger 就是 大象 不是 就是老虎牌 虎牌的這個電鍋 它的型號呢 是JKX V102 的這一款電鍋 然後它這款電鍋有什麼特別的呢 我現在其實已經迫不及待很想要把它打開來 很想要把它趕快來賣 來煮來吃吃看這樣子 然後這個電鍋有什麼特別呢 它其實主要呢 就是 重點是它是壓力鍋 它就是跟我們一般的那種電鍋不太一樣 它是有那種壓力的方式 據說呢 用壓力煮出來的呢 可以把我們的火呢 就原本可能只是 呃 我們一般電鍋可能只能煮到九十幾度吧 是最高溫的 然後它可以據說可以用壓力的方式 讓它飆到一百多度 對而且呢 因為這個 這一個電鍋呢 又是標榜 它是土鍋 它裡面的內鍋是土鍋 就像是那種 古早時期用那種燥有沒有 燥那種燥 燥那種燥火的那種 高火力就是一次把它逼出來的那種 飯呢 好像覺得很好吃 因為其實我也沒有吃過這種飯 所以其實我也不敢妄下結論說 到底好不好吃 然後之後呢 有機會我再把它實際的拍一個 開箱的影片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個 超級漂亮的電鍋 先讓它看一下 有沒有 哇 超新的電鍋 感覺超漂亮 之後呢再來拍影片給大家看 看看土鍋煮出來的飯 到底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吃吧 好的 以上呢就是今天這個阿倫 實際的帶大家去逛一下 就是在 東京應該是最大間的吧 有多巴西看嗎 在秋葉原的一個簡單的 導覽喔 其實也沒有 逛完全部 因為畢竟它裡面真的是非常的大 所以說呢 就帶大家去看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台灣人比較喜愛的一些 電器類的那種 產品喔 然後其實有蠻多人都會來日本 來搬這種電鍋啊 或者是像是那種 烤箱啊之類的東西 然後其實這些東西 大部分呢其實在台灣也買得到 對怎麼說在台灣也買得到呢 其實這部影片呢 是阿倫跟日本的樂天 台灣分公司 所合作的一個影片 主要是帶大家看一下說 現在呢在 日本流行的一些電器是什麼 像我今天帶大家看了幾樣商品呢 其實說 在台灣的樂天的網站呢 其實就可以買得到 阿倫之後會把那個連結呢 放在這個影片下方的說明欄內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看看 在台灣呢能買到哪些 看能不能買到阿倫這一台 這台電鍋 也許可以買得到 我也不知道 可是這一台呢其實算是還蠻 還蠻新的 可是雖然說不是那種最新的 最新那個十幾萬像這種 我們一般 平民老百姓呢是買不起的 不過這一台其實 阿倫花了大概四萬多左右吧 日幣 其實就已經算是還蠻高 高單價的一台電鍋了 然後之後呢我就真的很想要 再實際的用給大家看看 因為阿倫家裡面平常在用的電鍋 其實已經大概壽命呢 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才會想說 這一次也藉由這個機會呢 我也順便去買一台 買一台新的電鍋 這樣子 好然後聽說最近台灣嘛 很多地方都在週年慶嘛 所以說大家如果有機會呢 也可以不妨 不用出家門 就在家裡面 就可以去看看樂天的網站 看看有沒有什麼非常棒的一些 日本的商品呢 也可以來購買吧 好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呢 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阿倫頻道呢 主要是跟大家介紹阿倫在日本的一些 所見所聞 還有像今天這種 實際的去逛日本的電子賣場呢 就讓大家看看現在 日本正在流行的一些電器是什麼齁 那也請記得來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來追蹤我在日本的第一手影片資訊喔 還有呢 這邊呢是我的Facebook粉絲頁 還有我的IG齁 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 我會把我自己的那種日常生活的一些照片呢 跟生活上一些事情呢 都放在這邊有機會可以去追蹤一下喔 還有呢旁邊呢 這兩邊是我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 それではまた皆さん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等你喔 大家也趕快去熱天的網站看看 有什麼最新的日本產品吧